你不是想回一梦山吗 那咱们就回去 这就是你想了一个晚上的结果 对啊 你不是不喜欢我和陈丽娜在一起吗 你又不喜欢我去海山集团吗 那我宁可放弃这一切 我要和你想过去一切 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了 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因为变的人是我 没关系啊 只要你告诉我你心里怎么想的 那我可以最近变吗 好 我告诉你 你现在离开的 不应该是海山集团的 而是离开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婚姻对我来说 就像一场游戏 我现在玩腻了我玩烦了 这场游戏该结束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些饭菜你自己吃吧 我已经不再爱吃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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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了 五周 你不是大宝 你的眼睛并不成功 我了解你 你在撒谎 对吗 如果一个人 注定了不能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你随手吧 我累了 你可以把我们的婚姻当成游戏 它是我的全部 我辞职了 这也算是我对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努力吧 行吧 我以后不会后悔了 我们的婚姻最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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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相到可以的 张小姐赵先生到了 我来了 egne 这就是我妈拍的司令归宿 今天这个会儿 这杯子我敬你 谢谢你带给我的美好时光 我怎么会儿能想把资本混醉呢 有些话想跟你说 但是 只能够大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你走进了我的生活 你走进了我的心 你带给了我很多快乐 还有希望 可是现在你要走出我的生活 我知道你带走什么 你带我的心带下去 你带来 我认识你 我觉得 出院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你一直深深地爱着楚楚 恰恰就是你对处处的深情 这种爱的坚持 让我很感动 对不起啊 我想了很久 要不要把这些话告诉你 可是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 其实有什么都不会跟你说 我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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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陆生 你等等 你是不是心里也有我 云娜 我们还是说再见吧 丽娜 也这一幕 丽娜 谢谢你 让我看到了这一幕 丽娜 叔叔 丽娜 容生为了你 要离开海神集团 以他的聪明和才华 他很有前途 可是他为了你放弃了这一切 他就让你心里踏实 如果你们的争吵和不开心 是因为我 那你就放心吧 我会跟他保持距离 减少你的困扰 我爸拿下唐家领这块地皮 他把规划的重任交给容生 他现在不能离开 我也希望你能让他留下来 你误会了 容生现在最应该放弃的 只有我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你想离开他 对 也就是说 你们所有的争吵和不愉快 都是你在逼他 对 来路上我想了很多 想我们会不会争吵 还是我会求你 但是我真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平静 平静的这么冷漠 我还在为你们的爱情所感动 还在这跟你掏心窝窝的说话 还有那个笨蛋赵容生 还在为你痛苦地崩溃 绝望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被人给抛弃了 宋楚楚 太让我意外了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有一见钟情 就有曲终人散 现在 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 你爱容生 对 我爱他 谢谢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想先走了 等等 你要是不爱他了 跟他离婚吧 好 你怎么了 你 你 你怎么流血了你 送我去医院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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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死 快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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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ing 这位小 初初怎么样 目前没有什么危险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好朋友 你能送他到医院来 说明你都知道了 他怎么了 你能缺席告诉我 他生什么病了吗 急性内细胞性的白血病 也就是 你能缺席告诉我 说成血癌 血 血癌 你作为他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劝劝处处 这可能是他治疗的最后机会了 你都知道了 你不该瞒着我手 不 我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 我不能再告诉他 答应我 别告诉他 你是故意跟容生吵架 故意把他推出家门 推到我身边对吗 李娜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爸给我养了一只小狗 他老是缠着我 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后来 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他开始不吃不喝 终于有一天 他走了 我伤心极了 我伤心极了 可我爸爸对我说 狗的忠诚 不在于他老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而在于 他自己知道要死了 不舍得让主人伤心难过 就会选择自己独自等待死亡 一只狗上且如此 更何况是我呢 我怎么能让我深爱的人 跟我一起承受死亡 和病毒的折磨呢 这点人生不公平 他应该 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爱人 有一个更美好 幸福的人生 是 可是楚楚啊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白血病也有很多治好的病例了 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你告诉我 如果你要是不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那我现在就给赵容生打电话 他是你丈夫 他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一切 你千万别跟他说 我是为了我的孩子 但我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 同时 我也知道自己怀孕了 医生说 如果你选择继续治疗 这个孩子就不能要 我选择留下孩子 说真的 我也曾经犹豫过 可是 每次我摸着自己的肚子 就能感受到 他在我肚子里 一点一点的长大 就能感觉到 一种希望 你是用自己的命来换孩子呀 是 是 我感谢自己的孩子 是他给了我 对抗病痛的力量 让我有勇气 面对一切 包括离开容生 我 以后的事情我都想好了 我把孩子生下来 交给我弟弟 他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地对他 容生呢 会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 也会有属于他们的孩子 也会有属于他们的孩子 你瞅瞅你别再说了好吗 琳娜 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爱如生 可是他心里只有你啊 那你就帮我 帮我 让他爱上你 让他爱上你